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opK值的取得 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举一个场景 比如说咱们在深度学习中 图片识别领域内 最著名的图片集是哪个 咱们大家都会异口同声的说 Imaginate Imaginate的图片数据集 给咱们提供了上千种的图片的分类 咱们下载到它的图片集之后 咱们去训练出来咱们自己的一个图片识别的模型 对吧 咱们模型训练完了 接下来怎么办 参加考试 怎么考试 咱们又得到一张新图片 咱也不知道这个图片上面是什么 对吧 那么咱们用咱们训练好的模型去预测它 一般来说 像咱们人一般来说 看到一张图片 苹果 对吧 橘子 对吧 足球 对吧 篮球 咱们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可是在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领域界 它不能够给出非常精确的定义 它只能给出一个概率的百分比 比如说 一张图片过来了 咱们训练好的Imaginate 咱们去识别它 发现了 您这图片啊 是苹果的概率大概占到了75% 对吧 是橘子呢 63% 是篮球 57% 是足球 38% 对吧 它会给咱们一个概率 也就是说 您的图片大概像什么 它不是说一定像什么 对吧 这个是咱们深度学习的一个特点 它不会说100% 你就是足球 你就是苹果 不会的 甚至是西瓜呢 还是 对吧 很有可能 是这样 在咱们深度学习界 它只能说是根据概率 给咱们一个提案 咱们根据它分析 预测出来的结果 咱们再加上自己的算法 来判定 这张图片里面是什么 对吧 OK 那么问题来了 咱们拿到一张图片 经过咱们ImageNet的模型 进行训练之后 它会给咱一串概率 对吧 那么咱们把这串概率 需要做一个 干什么 数组的排序 排序完之后 取得前几个 比如说 它是苹果的概率75% 是橘子的68% 是足球37% 对吧 37点低了 是足球57% 对吧 那么咱们会得到 这么一个概率数组 咱们取到前几个 用于咱们的计算 对吧 这前几个就是 大家请看 TopK 也就是说 它给咱们预测出来 可能性有很多很多 它可能还给咱们预测出来 是一个芝麻 对吧 但是咱们不做那些判断 咱们只要取得概率最大的前几个就够了 在TensorFlow中 就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TopK的函数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TensorFlow中 咱们使用TopK这个函数 干什么 来排序取得数组中的前几位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马上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的部分 前四行没说的 这是咱们每期都要有的 对吧 Import包 然后露个日志输出 接下来咱们大家看 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咱们训练模型 预测后的 给咱们返回的一个概率数组 比如说咱们看第一行 对吧 它给它返回一个概率 对吧 咱们给咱们概率很多 咱们不可能全用 咱们只可能把它做一个降续排续 取得前几个 对吧 咱们用一用 看看怎么取得 好 咱们试试 首先咱们先定义这个数组 今天给您演示的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平台 过来 咱们先连接一下 没问题 然后我这开个新代码 拷贝过来 注意看 这个是咱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因为我现在用的是三行五列 也就是说 咱们是让它预测三张图片 他们给咱返回了三个概率的数据集 对吧 然后咱们取得每一张图片 预测出来的概率的 前几个就可以 OK 试一试 怎么取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就能够取到 我取到数组每行的前三位 好不好 大家请看 怎么取 TF.Math.Tope 下划线 还是叫下斜线 下划线是吧 下划线K 然后判断 我要从A数组进行判断 我只取得每个数组里面的概率最大的前三个值就可以了 对吧 同时我要做一个简单的排序 不排序的话 它就硬性取前三个 对吧 所以我必须排序之后再去取得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返回前三位的数值 同时 它也会返回前三位数值所在的索引的位置 好不好 这是它功能非常强大的地方 对不对 好 咱们就试一下 拷贝过来 马上键一个 够 大家请看 我这第一个数组 当然这个数值不太好 很多重复 是95455 那么最大的值是什么 是9 接下来是5 所以说它返回的是955 对吧 它降续排列返回最大的几个值 但是我的值不好 咱们再重新行一下 把这个值改一下 咱们就先一行吧 咱们刚才的emage图片 咱们预测完了之后 咱们拿一张图片去判断 好吧 这是一行 咱们改成10列 它给咱们返回10种可能性 对吧 概率吗 咱们把这个A数字重新的执行一下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 好 咱们再执行下面的预测 投不开 大家请看 怎么这还有重复的 977 它把997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有299 它会把这个数字进行降续排列 然后给咱们返回前三个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张图片预测出来了 可能是这个概率的 和这个苹果的 或者橘子概率比较大 是足球 可能只能拍到第三位 对吧 如果这个地方咱们改一下 TOP5 因为咱们还有很多的数据 用的不是TOP1 TOP3 用的更多是TOP5 你想 1000种商品 它只要是前五位能预测 咱们就认为它能预测 对吗 对不对 OK 所以说用TOP5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好不好 大家请看 前五位 降续排序前五位的数据 被取出来 如果咱们预测出来商品 就在前五位当中 咱们就认为是预测正确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眼看一些图片 也未必百分之百 能看准 对不对 好 是这样 咱们在图片图形识别领域 一般很难说 这一张图片肯定是什么 咱们的深度学习模型 都会给咱们一个概率数组 那么咱们这个TOPK的函数 就是经常会用到的函数 所以说 今天做一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OK 以上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内容了 其实很简单 咱们无非是把一个数组 做了一个降续排列 然后取得前几位 不过 TensorFlow中 给咱们提供这个API 咱们直接使用 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今天的代码 我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这个视频 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再接下来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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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